四、十四之窗 是用人口统计学来看的 代表四到十四岁的人口 这个年龄阶段的独特性在于 这是对福音最敞开的年龄 斯布珍牧师曾说过 一个孩子的信心比成年人要大 多年来的研究也显示 在这个阶段决定跟随耶稣的比例非常高 几乎十位就有八位 所以就对福音回应的敞开度而言 这是个黄金之窗的机会 我们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已经看到这点 几乎他们在四到十四岁时接受信仰 而同时也在这个阶段他们的世界观正在成形 这会影响他们如何做决定 在这个年龄阶段结束时 他们的世界观也将被定型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非常关键性的原因 这是回应福音的阶段 也是思想摩世正在成形的阶段 他们对所有的观念是敞开的态度 所以福事这个阶段也会是确保他们十四岁之后 是否愿意成为神的仆人的时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